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翔 時間已經來到二月底 世界通訊大會馬上就要展開了 其中相當受到矚目的 Sony 新一代旗艦 也即將於 2 月 26 日亮相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之前 Sony 的其中一款新機 已經通過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認證 從資訊來看 這款新機將採用 18 比 9 比例的 5 吋螢幕設計 而從尺寸來推測 非常有可能是 XZ1 Compact 的後繼機 而近期 Sony 也對外公開一支宣傳短片 可以看到影片出現曲線以及手掌 意味著機身有可能採用曲面背蓋設計 讓手機更服貼於手掌心 另一個意思則象徵 18 比 9 的比例設計 能夠讓握拿上更加方便 從這張疊照來看 可以發現到右邊的 XZ2 Compact 與宣傳影片的概念不謀而合 強調背蓋的曲面弧度設計 整體相較於左邊的 Z5 Compact 厚上不少 而這與 2015 年所流出的設計概念相近 採用曲面弧形背蓋並強調人體工學設計 接著再仔細觀察的話 還可以發現到 XZ2 Compact 的上下邊框 看起來縮窄了一些 並採用較長的 18 比 9 螢幕比例 另外 Logo 也從上方處移至下方 至於其他部分 你還可以看到 XZ Compact 在邊框處有著天線設計 因此推側有可能會改用鋁合金邊框 另外一個地方我想大家都應該注意到了 XZ2 Compact 少了側面指紋辨識 並以細長的電源鍵來取代 而根據爆料者透露 XZ2 系列新機移除掉側面指紋辨識 取得代值的則是背面指紋 就像是今年的 XZ2 中階級一樣 另外這位爆料者也進一步揭露 XZ2 系列將會移除掉 3.5mm 耳機孔 不過這張疊照並不是最終的外型設計 以下還是要等到發表會當天才可以確認 至於顯示方面 XZ2 預計搭載 5.7 吋螢幕 XZ2 Compact 則是 5 吋 而比例方面皆採用 18.9 至於解析度預計都會 Full HD 另外也都會具備 HDR 顯示能力 能夠帶來更鮮豔、更明亮的色彩表現 合硬體的部分 XZ2 系列將會搭載 高通 2018 年的旗艦處理器 S845 並具備 4GB 記憶體 64GB 儲存空間的配置 目前關於售價上有消息指出 XZ2 大約為台幣 25,000 元左右 至於 XZ2 Compact 則為 21,000 元左右 不過這是以歐洲的定價來看 所以預計台灣的建議售價會更便宜一些 以上就是關於 XZ2 系列的最新消息 看完影片介紹後 對於新的設計風格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趕緊在影片下方留言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